我祝福到神经典的神经 我祝福到神经典的名字 这是一部结文经剧而且响民的经典 是从智瑞的彻之的主将式的 你说你们只应当崇拜真主 我却是奋他的命来警告你们并向你们报喜的 你们应当向你们的主求饶 然后向他悔过 他就是你们获得优美的享受到一个现期 并赏赐有美得者以大量的恩惠 如果你们违背正道 那么我的确担心你们遭受重大日的惩罚 你们只归于真主 他对于万事却是全能的 真的 他们的确身怀怨恨 以便隐瞒真主 真的 当他们用衣服遮盖胸部的时候 真主知道他们所隐晦的和他们所表白的 他却是全知心事的 大地上的动物 没有一个不是由真主负担期给养的 没有一个不是真主知道其住所和主藏处的 一切事物都记载在一本明确的天经中 他在六日内 创造了天地万物 他的宝座原是水上的 以便他考验你们 看你们装谁的工作最优 如果你说我们死后是要复活的 不信道的人们必定说 这只是明显的魔术 如果我把他们应受的惩罚 暂缓到一个可数的日期 他们必定说 惩罚怎么还不降临呢 真的 在惩罚降临他们的日子 他们将无处逃避 他们所嘲笑的惩罚将要降临他们 如果我使人尝试从我发出的恩词 然后我把那恩词夺取了 他们必定失望而且顾恩 在遭遇艰难之后 如果我使他们尝试幸福 他必说灾害已脱离我了 他必定欣喜而且自夸 但奸人而且行善的人们将能饶恕 并受重大的报酬 你或许不肯传达你所受的部分启示 而且因之而烦闷 因为恐怕他们说 为什么没有一个宝藏降与他 会有一个天神与他一道来临呢 你只是一个警告者 真主是监护万物的 难道他们说他捏造经典吗 你说你们须你做十章吧 你们应当舍真主而祈祷你们所能祈祷的 假如你们是诚实的人 假如他们不答应你们 那么你们当知道 这本经是以真主的知觉而降识的 并应当知道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你们是圣福的人吗 凡于享受今世生活及其装饰的人 在今世 他要使他们享受自己行为的完全的报酬 在后世 他们不受亏待 做的人在后世 只得享受火域的报酬 他们的事业将失效 他们的善行是突然的 难道这等人还不如别的人吗 他们依据从他的主降世的明镇 而且他们的主所派遣的见证 以逊纳明镇而来临 在纳明镇之前还有谋撒的经典 那是真主所降赐的指南和恩赐 这等人是坚信纳明镇的 各党派中谁不信纳明镇 火域将是谁约定的地方 所以你们不要怀疑他 他却是你的主所降世的真理 但人们大半不信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的人 谁比他们还不一呢 这等人将受他们的主的谏阅 而见证者们将来要说 这些人是假借他们的主的名义而造谣的 真的 真主的诅咒要家与不义的人们的 他们阻碍真主的大道 并暗示他是邪道 而且不信后事 这等人在大地上绝不能逃避天前 除真主外 他们绝无保护者 他们将受到加倍的惩罚 他们未能听从 这等人是自愧的 他们所捏造的已回避他们了 毫无疑议 他们在后世是最愧扯的 信道而且行善 并对真主表示谦虚的人 他们却是乐园的居民将 永聚其中 有两派人 这一派 比如又龙又虾的人 那一派 比如又鸣又聪的人 难道这两派 彼此的情况是一样的吗 你们怎么不觉悟呢 我去派遣奴哈去叫化他的宗族说 我对你们却是一个坦率的警告者 除真主外 你们不要崇拜任何物 我的确怕你们遭受痛苦日的惩罚 但他的宗族中不信道的贵族们说 我们认为 你只是像我们一样的凡人 我们认为 只有我们中那些最逼近的人才会轻率地送从你 我们认为 你们不比我们优越 我们甚至相信你们是说谎的 他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告诉我吧 如果我是依据我的主 将士的民阵的 而且也存受过 从他那里发出的慈恩 但那民阵对于你们是模糊的 难道你们憎恶他吗 而我们 强迫你们接受他吗 我的宗族啊 我不会传达使命 向你们缩取钱财 我的报酬 只归真主负担 我不驱逐信道的人们 他们必定要会见他们的主 但我认为你们是无知的民众 我的宗族啊 如果我驱逐他们 那么谁能保护我不受真主的惩罚 你们怎么不觉悟呢 我不对他们说 我不对他们说 你确已和我们真主 而且真主 而且真主的太多了 你招式我们 你用来恐吓我们的惩罚吧 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他说 只有真主能使惩罚降临你们 如果他已抑郁 你们绝不能逃避天前 如果我欲忠告你们 而真主欲使你们迷雾 那我的忠告是无际于你们的 他是你们的主 你们只被招归于他 难道他们说他伪造经典吗 你说 如果我伪造经典 我致负我的罪责 我与你们所犯的罪无关 罗哈分道启示说 你的宗族中除以归信者外 绝不会再有人归信你 故你不要为他们的行为而悲伤 你应当在我的心事下 以我的启示而造传 你不要为不义的人们而祈祷我 他们必定要被淹死 他正在造传 他的宗族中的贵族们 每分从他面前走过 都嘲笑他 他说 如果你们嘲笑我们 我们也必定像 你们嘲笑我们一样嘲笑你们 你们将来就知道 谁要受凌辱的惩罚 谁要受永久的惩治 等到我的命令来临 而洪水从地面拥出的时候 我说你把各种动物各难以对放在船里 并使你的家属 除以判决者外和信道的人们一起上船去 只有少数人同他一起信道 他说你们上船上船的航行和停波都是奋真主之名的 我的主却是俱瘦的 却是智词的 这只船 这只船载着他们航行于山岳般的红袍之间 努哈喊叫他儿子 那时 他远在船外 说 我的孩子啊 你来和我们一道乘船吧 你不要同不信道的人们在一起 他儿子说 我要到山上去躲避洪水 他说 今天 除真主所怜悯的人外 绝没有任何人能保护别人不受真主的惩罚 波涛割开了他俩 他就被淹死了 有人说 地啊 吸干你上面的水吧 勇啊 散开吧 于是 洪水退去了 事情就被判决了 船停泊在朱迪山上 有人说 不愿的人们已遭毁灭了 努哈 祈祷他的主说 我的主啊 我的儿子 是我的亲人 你的诺言是真实的 你是最公正的判决者 主说 努哈 他的确不是你的家属 他是作恶的 你不要向我 祈求你所不知道的事情 我劝你不要自居于人之列 他说 我的主啊 我求必于你 以免 我向你祈求 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如果你不恕扰我不怜悯我 我就变成亏损的人了 有人说 努哈 你下船吧 从我发出的平安和幸福 将要降临你和你同船的人的部分后裔 他们的另一部分后裔 我将使他们享受 然后他们将享受 从我发出的痛苦的惩罚 这是部分优选的消息 我把它启示你 以前你和你的宗族都不知道他 故你应当坚忍 善国贵于敬畏的人们 我去一派遣阿德人的弟兄 忽德去教化他们 他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应当崇拜真主 除他外 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 你们只是造谣者 我的宗族啊 我不会传达使命 而向你们缩取报酬 我的报酬只有造化我的主宰负担 难道你们不理解吗 我的宗族啊 你们应当向你们的主求饶 然后皈依他 我就把充足的雨水降给你们 并使你们更加富强 你们不要背离正道而犯罪 他们说 忽德啊 你没有招式我们任何名正 我们绝不为你的言论 而抛弃我们的神灵 我们并不归顺你 我们只想说 我们的一部分神灵使你发狂 他说 我求真主作证 你们也应当作证 我对于你们所用来 以物配主的偶像 却是无甘的 你们穷起而谋害我吧 而且不要宽恕我 我的确信托真主 我的主和你们的主 没有一种动物不归他管辖 我的主却是在正路上的 如果你们违背正道 那么我却已把我所奋的使命传达给你们了 我的主将以别的民众代替你们 你们一点也不能伤害他 我的主却是监察万物的 当我的命令降临的时候 我因为从我发出的慈恩拯救了忽德和他一起信道的人们 我使他们免遭严厉的惩罚 这些阿德人 曾否认他们的主的迹象 并违抗他们祖中的使者 而且顺从每个顽固的暴虐者的命令 他们在军事和复活时中遭诅咒 真的 阿德人 却已否认了他们的主 真的 阿德人忽德的宗族 愿他们遭受毁灭 我却已派遣塞摩多人的兄弟 撒利哈去教化他们 他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应当崇拜真主 除他外 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 他用地上的土创造你们 并使你们在大地上居住 故你们应当向他求饶 然后归应他 我的主却是临近的 却是有求必应的 他们说 撒利哈 从前 你在我们中间是纵望所归的 难道你禁止我们崇拜我们祖先所崇拜的偶像吗 我们对于你所用于号召我们的事情 却是在令人不安的怀疑之中的 他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告诉我吧 如果我是依据从我的主将士的名证的 而且 他曾将从自己发出的恩赐赏赐给了我 那么 如果我依靠了真主 谁能保证我不受他的惩罚呢 你们只能使我遭受更大的损失 我的宗族啊 这是真主的母陀 可以做你们的迹象 如果你们让他在真主的大地上吃草 不要伤害他 否则临近的惩罚将袭击你们 但是 他们宰了他 他就说 你们在家里享受三日吧 这不是骗人的应许 当我的命令降临的时候 我因为从我发出的慈恩 而是萨利哈和他一起信道的人 脱离当日的耻辱 你的主却是志强的 却是有权的 呐喊 袭击了不意的人们 顷刻之间 他们都僵握在自己的家里 仿佛他们没有在里面住过一样 真的 赛摩德人 却以否认他们的住 真的 愿赛摩德人 遭受毁灭 我的纵使者 却也带着喜讯将领 一不拉心 他们说 祝你平安 他说 祝你们平安 他很快拿来一支烤毒来 当他看见他们不伸手去取毒肉的时候 他认为他们是奇怪的 他对他们感觉有点害怕 他们说 你不要害怕 我们却是被派到卢特的宗族去的 他的妻子站在一旁笑了 我就以伊斯哈赫和伊斯哈赫之后的伊尔顾巴向他报信 他说 绰绰怪事 我这个老太婆还会生孩子吗 这是我龙女种的丈夫 这却是一件骑士 他们说 难道 你对真主的命令感到惊讶吗 愿真主的怜悯和幸福 降临你们全家 他却是可赞的 却是光荣的 当畏惧离开伊布拉辛 而喜讯降临他的时候 他为卢特的宗族 而与我的重使者争论 伊布拉辛却是宽忍的 却是慈悲的 却是悔悟的 伊布拉辛啊 你避开这争论吧 你的主的命令却已来临了 不可抵御的惩罚 必定降临他们 而我的重使者来到卢特家的时候 他为使者们陷入南境 他无力保护他们 他说 这是一个尖门的日子 他的宗族仓促的到他的家里来 他们向来是作恶的 他说 我的宗族啊 这些是我的女儿 他们对于你们是更崇洁的 你们应当敬畏郑主 你们对于我的客人们 不要使我丢脸 难道你们当中 没有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吗 他们说 你却已知道 我们对你的女儿 没有任何权利 你却是知道我们的欲望 他说 但愿我有能力抵抗你们 或退避了一个坚强的支柱 他们说 卢特啊 我们却是你的主的使者 他们绝不能伤及你 你应当带着你的家属 在五更出行 你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要回头看 但你的妻子除外 他将与他们同遭毁灭 他们约定的时间是早晨 难道早晨不是临近的吗 当我的命令降临的时候 我是这个市政 天翻地覆 我是预定的连续的淘石 像雨点般的降落在他们身上 那些淘石 是在你的主那里打上标记的 他并非远离不易者的 我却一派遣 那个阉人的弟兄 舒尔布去教化他们 他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应当崇拜真主 除他外 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 你们不要用小豆和小衬 我的确认为你们是昌盛的 我的确怕你们遭受 违控制的惩罚 我的宗族啊 你们应当使用充足的斗和公平的衬 你们不要苛扣 他人的财物 你们不要在地方上 唯非作呆 残存在 君主那里的 吉养 对于你们是更好的 如果你们是性质 我绝不是你们的监护者 他们说 舒尔布啊 难道 你的祈祷命令 让我们放弃我们祖先所崇拜的偶像 并命令你 教我们不要自由的支配我们的财成吗 你却是宽人的 却是精神健全的 他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告诉我吧 如果我是依据我的主将士的名证 而他曾将他的家美的吉养赏赐了我 难道我肯违背他的命令吗 我不愿和你们背道而驰 我禁止你们犯罪 我就不犯罪 我只愿尽我所能的从事改革 我们成功 全凭尊主的援助 我只信赖他 我只皈依他 我的宗族啊 你们绝不要因为反对我 而是你们遭受 奴哈的宗族 或胡德的宗族 或撒利哈的宗族所遭受的惩罚 卢特的宗族 灭亡的时代离你们是不远的 你们应当向你们的主求饶 然后向他悔过 我的主却是至此的 却是至爱的 他们说 说啊不啊 你所说的话 有很多是我们所不理解的 我们的确认为 你是我们中的一个弱者 假若不为你的家族 我们势必辱骂你 你对于我们并非尊贵的 他说 我的宗族啊 难道我的家族 对于你们比真主还尊贵吗 你们把真主当作 你们背后的器物 我的主 却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 我的宗族啊 你们按自己的能力而工作吧 我却是工作的 你们将知道 灵辱的惩罚降临谁 而且知道谁是说谎的人 你们期待吧 我同你们一起期待的 当我的令令降临的时候 我只因我发出的恩赐 而拯救了书啊不 和他一同信道的人 那海深 吸急了不义的人们 顷刻之间 他们都卧服在自己的家里 仿佛他们没有在里面住过一样 真的 愿玛德烟人 遭受毁灭 又如塞姆多人遭受毁灭一样 我却一派遣摩萨 带着我的许多迹象和民阵去 叫化法老及其贵族 但他们顺从法老的命令 而法老的命令是不正确的 在复活日 法老将引导他的百姓 而将他们引入火域 他们所进入的那个地方 真恶劣 他们在金氏受诅咒 在复活日也遭受诅咒 他们所受的冤注真恶劣 这是一遭毁灭的市政的消息 我把它告诉你 那个市政有废墟优在的 有荡然无存的 我没有亏待他们 但他们亏待自己 他们是真主而祈祷的纵神灵 当你的主的命令降临的时候 对他们无济于事 只使他们更受损伤 当你的主毁灭不义的市政的时候 他的惩罚就是这样的 他的惩罚却是痛苦的 却是严厉的 对于畏惧后世惩罚的人 此中却有一种迹象 那是世人将被计合之日 那是世人将被证明之日 我只将他斩缓到一个定期 在那日 惩罚将要降临每个人 需经真主的允许才德发言 他们中有博命的 有幸福的 至于博命的将入火运 他们在其中将要叹气 将要更严 他们将长久的永居其中 除非你们的主所抑郁的 你们的主却是唯一所欲为的 至于幸福的将进入乐园 而永居其中 天长地久 除非你的主所抑郁的 那是不断的赏赐 你对这等人所崇拜的偶像 不要怀疑 他们只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崇拜 我必定要把他们的份儿 完全无缺的赏赐他们 你对这等人所崇拜的偶像 不要怀疑 他们只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崇拜 我必定要把他们的份儿 完全无缺的赏赐他们 你的主必是每个人都得 享受自己行为的 完全的报酬 他却是撤知他们的行为的 你应当按照天经而踪寻正路 与你一起悔过的人也应当踪寻正路 你们不要过分 他却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 你们不要倾向不义的人 以免遭受火性 除真主外 你们绝无保护者 然后你们不能获得冤注 你当在白昼的两端和出坑的时候 谨守拜公 善行必能消除恶性 这是对于能觉悟者的教诲 你当坚人 因为真主必不是行善者 徒劳无仇 在你们之前逝去的各世代中 有得者为何不禁止纵人在地方上作恶 而他们中我所拯救的少数人外 不欲的人们 追随他们所享受的豪华生活 他们是犯罪的人 你的主不置为部分人民性 而毁灭那些市政 而多数居民是善良的 假若你的主抑郁 他必使众人变成一个民族 他们将继续分歧 但你的主所怜悯的人 从外 他为这件事而创造你们 你的主的叛词已确定了 我势必与人类和精灵一起充满火欲 关于使者们的消息 我把它告诉你 用来安定你的心 在这些消息中 真理 以及对信使们的训诫 和纪念已降临你了 你对不信道的人说 你们按你们的能力而工作吧 我们却是工作的 你们等待吧 我们却是等待的 天地的优旋 这是真主的 一切事情只归他 故你应当崇拜他 应当信赖他 你的主绝不忽视你们的行为 那么不忽视你 我们却是不忽视你 还有我们却是不忽视你 想要看我 我们却是不忽视你 对你 我却是不忽视你 和你却是不忽视你 你却是不忽视你